兩個之間合併起來其實也非常容易 有一些要點就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上面的當成外回圈好了 其實這個當外回圈或這個當外回圈其實都沒關係 只是說跑路徑不同 如果是I放外面的話他一定是先橫向 再折回來 跑一個Z的方向 那如果追在外面的話 會跑縱向他先跑 跑一個欄結束 再跑下一欄 OK那我們做法上這樣 把上面 把它複製然後貼到下面來 把它貼到下面 那底下的話記得就階層 所以階層的話 我把這三行選取就按一個Tab鍵 讓他跑到裡面就是有一個階層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然後有FOR的話就要有一個NAS 所以在這邊打一個NAS OK 然後就會有第一層這個是外回圈 會對應到一個NAS 這個是內回圈 會對應到一個 那 程式部分要改哪一些 因為這邊的話 前面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CELL 在 把這個前面的值 這個部分的值 其實兩個 前面 I的部分是決定 他的列 J的部分是決定他的藍 所以直接把這邊改一個I 那後面的部分這個固定 應該不用變 因為固定都是在B1 再來就是後面的這個 後面這個地方是決定 我們的列的部分 那藍的部分這個地方也要改 那改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上面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再貼上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是A4 他把它固定 就是 那我們如果說要讓他變動的話 將來一樣 這個觀念跟那個在鎖定的觀念一樣 因為A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不會動 所以你這邊就乾脆給一個A 那會變的部分是哪裡呢 是前面的列 會縱向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是 I的部分是 一直 利率部分改變 因為都是A藍 所以 A藍的部分都固定 那3的話呢 是3列 也就是3列固定 對不對 然後會變的話就是 追加1 就是 這個 第二藍 第三藍一直往這個方向去跑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樣子把 結果把它 它 做出來 基本上這樣就OK了 就是 基本上我只有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把 這個 迴圈的部分 外迴圈把它摳下來 然後再增加一個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 本來4的部分